底下的这时候呢 我们除了这个什么以外啊 除了刚才说的CSS文件以外啊 我们还想加点图片 那图片怎么加 我们在这里面呢 写一个例子 这例子怎么写呢 我们在这再加一个东西 我们在这儿呢再加一个dev dev -dev 加完这个dev以后呢 其实来讲呢 这是一个空的地物了 这个空的地物里边呢 这个来讲我们在这里边放一个class 就是给他设定一个classname 等于 这个地方呢 是 我们给一个叫peakblack peakback吧 就是background glound OK 那么这个是要干嘛呢 然后在CSS里面 我们来定义这个类啊 就是点 peak background glound 然后这个里边呢 首先我们给他设定一个宽度和高度 宽度的话呢 我们设定674 其实这是我设计好的哈 然后呢 高度的话呢 我们也设定674 pixel 然后在这里边 background 这样的这事儿 我们干一个比较复杂的事儿 是UIL 然后括号 这时呢 我们要往这里考一个文件 你看现在这里啥都没有 然后呢 我要考一个过来 这个文件呢 是呃 也是原来预备好的一个文件 哦 还真贴不进来 我还得把这个东西打 我把这个文件夹打开 这是现在我这个文件夹啊 在04这个位置上 然后在这儿呢 我拷贝一个东西进来 Ctrl C Ctrl V 那么这个Ctrl C Ctrl V 搞进来以后呢 嗯 这是我的一个照片啊 然后在这儿呢 那么也就是你能找到 它的asset me.p pg gpg啊 这个底下呢 我选择一个叫文件扩展名 我们把文件扩展名 弄出来 因为没有文件扩展名 看上去 别扭的 好 这是gpg 然后呢 这个gpg呢 是 我们刚才说过啊 在这个folder底下 在asset底下 这是要打包的 也就是他跟着打包一起走 那么也就是你不用管它 你不用管它的上线 他会自己把它打到 比如build里边 你只要把build的那个拷贝过来 他就会跟着里边走 好 那么在这儿的情况下呢 那么在这个UIL底下 我们要给它一个 位置asset下面的 mini.pg gpg ok 在css里面不用这么写 好 然后最后一个呢 我们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还想给它来点 这个就是css3里边的一些东西 我们来个transform rotate 45degree 就是让它旋转45度 好 我们现在来弄一下 他又报错了 他报错为什么 还是这个 看着吧 unexpected character 然后you may need a property loader 也就是说 未来你会发现 比如css的文件 他不认识 你要记住 只要他不认识 他就不知道 怎么把这个东西放到build load是什么意思 loader是什么意思 就是告诉你 我怎么把这个东西 放到那个build的文件夹里 就是在第三空间里面 我要怎么去处理它 js他知道 css不知道 好 要有一个loader jsx不知道 好 要弄一个新的loader 那你这个file和UIL 你就认识了吗 也不认识 那怎么办 再装一个 叫UIL loader和file loader 有些同学可能会说了 我了个去 这要装多少loader 是挺多的 但一会儿呢 我会告诉你一个 简单的去处理 这个东西的办法 你要熟悉啊 你记住 你以后的前端的方向 就是play with all of them 就你必须要 能够去跟这堆loader 啥叫做loader plugin 乱七八糟 一大堆东西 开始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恶心 到后来呢 你就习惯了 这我说的是真话 不是开玩笑 就是你必须习惯 这种东西 然后我们开始来安装 我看一下安装名字 我也记不住 所以这东西呢 这个 UIL loader file loader i url loader 然后是file loader 然后杠 还是什么 杠D对吗 有个温宁 这个温宁不重要啊 没事 你不用去管它 然后呢 这个安装完了以后 还是我们那点 怎么知道 它安装成功了 到底来看一眼 这个 这个 呃 这个位置 死掉file loader 出来了吧 好 这个出来以后呢 然后你还要干什么 肯定还要再 再改这个 那个那个 那个什么呀 肯定还要再改 这个东西 对吧 这刚才是css 对吧 打个多号 底下是图片 对吗 图片的话呢 还是这样写 test 冒号 然后 杠杠 爱 斗号 然后底下是杠 这里面包括什么 点儿 图片有几种 几种文件 拼这算一种吧 然后呢 gpg也算一种吧 然后gif算一种吧 反正 我这 我这里没列所有的了啊 反正大概就这么三种 三种的话 你就应该 呃 应该是够用的 然后呢 你自己 反正用的时候再说 好吧 呃 这个理论上 后面应该有一个 这个 我写写那什么代码 的时候没写 当然 use use谁 loader uil loader 然后呢 options 啊 options呢 是这样的 他因为他这个东西看见以后 他只是你告诉他 这东西 你你你别了弄 然后那个这个 那个什么就好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会 他会在这告诉你 你应该把它输出到哪里 因为他就是拷贝嘛 拷贝改名了 除此以外 他干不了别的 然后该把相应的链接 链上去 也就完事了 那么你 那么你 如果output的输出的地方 那你要告诉他有一个地方 能够去 放他这些输出的东西 那么就是image imgs 然后加一个杠 就说明这是一个 呃文件夹 然后还有一个limit limit是他的大小 就是超过多大 这个这个 你就不往里考了 呃 啊 这个上面没写到号 然后在这呢 我们为了看起来清楚一点 写一个 10x1024 就是10x10 就是10k以内吧 好 我们再去bill子一下 好 这次又成功了 成功了以后 我们来看 刷 咦 这是什么情况 这里边有一个public pass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output pass 是说这个东西在产生以后 UIL这些file 包括fungs 它考到哪里 那么这时你打imagesfiles 是他会放的 因为你缺省的文件夹是build 他会放到build里去 但是等他去找的时候呢 如果你不动的话 他也会去这个地方找 他们其实他有一个public pass public pass呢 是他到相应的哪个位置去找 所以刚才一直他就报错 说这个地方在图片 然后呢 他直接到这个 从根目录底的I 移民质子去找 那肯定是不对的 我们会看到说 你在底 他应该在build这个文件夹 他所有东西应该在build底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来设定一下 把它刚才这个东西设定一下 让他在build底 这个其实是我写死的一个方式 有各种配法 你就是说 你只要最后让他找到 找到地方都可以 这个方法呢 虽然因为我们是练习嘛 所以这个 用很algorith的一个办法 就配上去就算了 那么包括fungs也是这样 所以现在呢 你可以在这直接把它删掉 这是我刚才我们build的 为什么 这就是build出来的东西 直接把它删掉 好 删掉以后 然后在这直接 你看删掉以后 首先你在这刷就没了 这啥都没有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在这web拍一下 OK 编译完了以后 出来的这个东西 你看这上下都有了 按钮该有 按钮已经是这个样子 OK 那么也就是说 所有的 而且包括他去访问字体 什么的 这都能访问到 那么这个 所有我们要的效果 这已经都在这个页面上 已经都出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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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